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诗诗记》第八章 在昨天我们读了第七章 看到基殿靠着上帝的帮助 把米殿的大军给打败 昨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米殿的军队 好像蝗虫一样多 他们所骑着的骆驼 用来作战的骆驼 好像杀一样的多 来到第八章,特别在第十节 让我们看到一些更具体的数目字 那边谈到说 拿刀战死的,已经死亡,在阵亡 在那场第七章的战争死亡的 有十二万人 还有其他骑兵各方面 可能有十五万或者更多 我们看到基殿靠着三百个人 把十二万到十五万之间的大军给战败 而且基殿的军队这三百个人 只是在呐喊 在呼喊 上帝亲自让米殿的军队困乱 这是在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的 如果经文停在第七章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光荣 非常让人称颂的一件的事情 特别是看到基殿怎么样的 依靠上帝的帮助 然后当我们看到第八章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说在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的是 这一个基殿 这个世思的软弱 我就整理了 稍微整理了三方面 我觉得这个作为基殿 作为一个世思 作为一个以色列的领袖 他的软弱 也是今天我们在当中做领袖 做牧者 甚至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要去引以为鉴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的软弱 让我们看到就是基殿他怕强 但是却凄弱 在第八章呢 让我们看见在以法连人就来跟基殿对质 会责问基殿为什么没有在一开始征战的时候就召集他们 在第七章有我们看见 基殿已经开始打了那场的战争 当米甸人逃跑的时候 基殿才要求以法连人守住那一个过越旦河的渡口 不要让这个米甸人给逃过去 因此我们看到以法连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参与这场的战争 一些的圣经学者让我们看见以法连是一个很大的支派 在这个的支派当中呢 他们有引以为傲 而且在世事的时候 一些重要的军事跟宗教的据点呢 其实都在以法连 因此面对这一个强大的支派 我们看到基殿的态度是泛缓 泛缓 泛低他自己的身段 他告诉以法连人说 你们已经抓了两个的首领 你们抓了这两个首领 并岂不比我们刚才打败的那十万人来得更多吗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巧妙的对话的技巧 平息了以法连人的怒气把他们抬高 让我们看到原来他们做了最重要的贡献 他们抓了两个米店的首领 这是如果来到这边 我们也会说基殿其实是一个品格很好的 他身段放得很低 但是接下来渡过了越旦河 基殿跟那三百人继续追赶米店的两个网 经过了两个地区的人 一个是叫做苏哥 他要求苏哥人给他一些的饼 但是苏哥人轻砍他 说难道这两个网已经在你手中吗 如果在你手中我们就给饼你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在第六节 如果你都没有抓到人怎么敢向我们讨饼吃呢 我们看到基殿对他们的语气 却是非常不客气的 他说如果抓到这两个网 我会来就要打你们 用这一个的旷野的经济 还有这一个的字条 鞭打你们 然后去到另外一个的地方 是彼鲁伊勒 这个的地方 同样的那边的人也不给他秉施 他就说我回来的时候 要把你们的城楼第九节都给拆掉 经文后面给我们看到 基殿真的打圣的仗 杀了这两个的网 而他回头的时候 的的确确是做这样的事情 鞭打这一个的苏哥城里面的这些的领袖 而且面对这一个毗鲁伊勒 经文说他把他们的城墙推倒 而且把当中的男人都杀害了 这两个城在哪里呢 按照考古学家给我们看见 这两个城应该在加德支派里头 就属于以色列的境内 如果说这两个城没有归顺以色列 大概也会是跟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密切 要不然基殿不会向他们要饼吃 对吗 基殿向他们要饼吃 就表示他们不是仇敌 他可以在战争的时候 向别人讨东西吃 这个会非常危险 如果是面对仇敌 下毒就完蛋了 基殿会向这两个城市的人来去讨 讨食物 表示说这两个城市 若不是以色列人本身的城市 要不然就是跟归乡 与以色列或者跟以色列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看到这两个城市 在越旦河的另外一边 他们的名声 他们的势力可能没有那么强 不像以法联那么强 基殿去侵看他们 杀了他们 欺压他们 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领袖 应该扮演的角色 一个领袖应该有一个宽阔的胸怀 就像基殿面对以法联一样 如果从整个的世界来看 我们可以说基殿面对以法联 并不是因为他有宽敞的胸怀 而是他惧怕以法联支派 基殿的那一个的势力 那个政治的力量 他需要得到这一班人的支持 但是过了越旦河 三高皇帝约 他就不顾那两个城市里面 也同属加德支派的这两个城市的人的反应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前面的经文 让我们看见 当上帝呼召基殿的时候 基殿也胆怯 基殿也曾经怀疑 甚至要求神迹来印证 但是当他在这场战争当中被怀疑的时候 当苏格人说你难道真的抓到这两个王吗 基殿就淹不下这口的气 我们看到这是第一样他的软弱 怕强 但是却欺弱 第二个他的软弱是什么呢 其实有一个学者说 在这场战争 越旦河的另外一边 就是第七章 我们看到那场是胜战 是基殿为耶和华而战 为耶和华为基殿 耶和华与基殿的刀 为耶和华而征战 但是过了越旦河 我们看到基殿却是为自己而战 为什么呢 原来当我们看到他追杀这两个王的时候 他说什么话 他说这两个王呢 那其实是这一个曾经杀害基殿的家族 杀害了他们70个这一个的兄弟 对吧 所以我看一下 对他们杀害了这一个的兄弟 基殿的兄弟 有没有写 可能没有写70个 我可能看错了 这前面讲到这一个长老 有77个 在第18节那边讲到说 他们杀害了这一些的基殿的兄弟 那基殿讲什么呢 基殿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启示 只是耶和华启示 你们如果存留他们的性命 我就不杀你们了 基殿忘了这场战争 是上帝呼召他去打的 上帝难道 他如果在这场战争当中 为了上帝而战 为了上帝而做审判 而杀害这两个的国王 在为上帝征战的时候 同时为了自己的家族而报复 那还说得过去 但是他却说什么呢 他却说 如果你们没有杀害我的兄弟 我就不会杀你们 换句话说 他现在不是在为上帝而征战 他现在所做的是为自己而报复 如果是上帝而征战 不管这帮人有没有杀害他的兄弟 他都要审判他们 他都要为上帝除掉这两个王 但是基殿却说 如果你们没有对我家族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就会留你们两个狗命 两条狗命 基殿的意思是说 现在我要解决你们 是因为你们杀害了我的兄弟 我们看到这是基殿开始变职 难怪学者说 在第七章里面是为耶和华而战 在第八章却是为自己而战 为自己而战的时候 就会有那种 看在我们讲的 怕强欺弱 为自己而战 就带着私心 来去 不能够很公正的 来去处理好事情 很可惜 我们看到这是基殿的软弱 第三个软弱更是明显 在打完所有的争战过后 基殿说什么呢 基殿要求这一些的以色列人 把他们所掳到的这一些的金耳环 都交给他 因为在经文说 在二十四节有一个的解释 因为敌人都带这一个的金耳环 以色列人就把他们所拿到的这些 都交给了基殿 基殿为什么要耳环 是不是因为他贪念这些的金子 在他征战的时候 就看到人家带着那个闪闪发光的耳环 很有可能 我们看到这是基殿的软弱 他要求这些的耳环 而要拿到这个耳环 他就做了一个的义福德 义福德 我们知道那是古时候 这一些的先知 用来求问上帝的 一种的 一个的偶像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那 这大概是一种靠近 民间信仰里头的一种的发展 经文给我们看见 在四世纪就留了这一个的东西 而在这一个东西当中 第27节 造了一个义福德 设立在那一个的他的城里面 以色列人就到那个地方去敬拜义福德 在过去我们看到 当一个四世他软弱 或者说一个四世他过去过后 以色列人就在陷在罪恶当中 但是 这段经文却给我们看到 当基殿还在做四世的时候 他的行动 就把以色列陷在罪恶当中 这非常可惜 非常遗憾 第二节目 我们看到三个的软弱 一个是怕强欺弱 一个是为自己争战 第三 贪心 并且制造偶像 我们看到基殿 为神争战 但是基殿也陷在罪恶当中 不单单自己陷在罪恶当中 也把神的子民带入罪恶里头 弟兄姐妹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谨慎 自受 我们可能一下子 一时 在昨天为了上帝大发热心 却在今天软弱跌倒 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谨慎过生活 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过单单敬拜信靠神的生活 我们同行祷告 提供上帝我们看到 这位施司祭奠的软弱 我们也提醒自己 要更多的依靠你 而不是依靠自己 求你监察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饶恕我们 更新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